歡迎回到現場 巴黎奧運 跆拳道選手羅嘉玲 以及舉重隊的陳文慧 方婉玲已經抵達桃園機場了 現場大量的粉絲 都舉著應援排熱情接機 羅嘉玲的爸爸也帶著愛拳守候 他指呼 會永遠坐羅嘉玲的後盾 也希望他能夠先把傷養好 歸零再出發 現場情形 連線記者汪玉珍 主播巴黎奧運 跆拳道選手羅嘉玲 及舉重隊的陳文慧 方婉玲抵達桃園機場 可以看到現場許多粉絲 舉著應援排一樣的選手一出來 就看見大家對他們的支持 還有羅嘉玲國體大的學弟妹 一大早就守候在大廳 羅嘉玲出關後 接受聯訪也回應 針對未來規劃會先好好休養 羅嘉玲的爸爸也表示 會永遠支持他 目前的狀況就是先休養 然後讓他到好之後 然後才會有之後的比賽 去做 去進行這樣子 這個時候我只能講說 嘉玲很棒 然後我們永遠都支持他 巴黎奧運台灣選手 賽程目前都已經結束 羅嘉玲下半年度的賽程 已經規劃好 預計十月十一月 就會有國外賽事 但目前還是以傷勢恢復為主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將時間鏡頭交換給主播 除了羅嘉玲之外 台灣之後林玉婷這次也特別受到矚目 他挺過了這個性別爭議的風波 成功為中華隊全級項目 摘下了手面的金牌 他就坦言這個成就真的是得來不易 畢竟從參賽以來 就飽受了國際權總的霸凌 教練曾志強也笑稱 要感謝作家JK羅琳 這次讓全世界都看見了 我們的台灣之光林玉婷 林玉婷 玉婷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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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住性別爭議風波 台灣全候林玉婷成功為中華隊 摘下全棋奧運手金 賽後帶著金牌受訪 男演開心 放鬆情緒 這個成就非常不容易 我很榮幸 也很高興 擁有現在的這一切 那達到這個目標 很感謝在我失落低潮的時候 不願意放棄我的教練 朋友 家人們 支持我 肯定我的每一位 我才有辦法堅持到現在 在奧運場上 站上最高的位置 林玉婷不忘搖搖 這得來不易的金牌 還比出了愛心 畢竟參賽以來 林玉婷飽受國際權總 炒作的性別整理困擾 能堅持住真的不容易 身為運動員就是 專注在場上的每一個時刻 那不要輕易地被影響 如果你被影響了 那就代表人家的戰術成功了 林玉婷始終相信著教練 也不堪報道 成功摘進時 更不忘奪牌慶祝儀式 背起教練曾志強 邊跑邊向場邊觀眾志祈 而場外教練也展現16噸的4噸 希望林玉婷能創造悲凡成就 教練更不忘感謝 利用性別爭議 公子林玉婷的作家JK羅琳 謝謝你的無敵釋放 讓全世界看到了台灣的驕傲 你也讓女子拳擊運動 能夠在全世界創造 這麼好的成績 中華隊的金牌封關站 我看應該是刷新的最新的點閱率 體育署將對國際全總提告 場外也聚集不少台灣粉絲應援 喊話要當林玉婷的最強後盾 躺下來那些事情 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跟教練去做討論之後 再做打算 台灣的女兒林玉婷 扛住外界非一抹黑 為中華隊奪下首面 全集奧運金牌 這得來不易的榮譽 也在台灣全集史上寫下 崭新一頁 介紹黃文君 徐國豪綜合報導 現在為了要慶祝林玉婷 奪下金牌的榮耀 新北市政府就宣布了 從十二號到十八號 十六座的運動中心和博物館 全部都免費不用錢 今天搭輕軌也不用錢 還將八月十二號定為林玉婷日 詳細的連線情形 我們趕快給記者張婷宇 好 只不過各位觀眾早安 可以看到我的背後 有不少的民眾一大早 就已經來到新北的運動中心 游泳來運動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如果您有出門的話 就會發現怎麼搭輕軌 又或者是來到了新北的運動中心 全部都是免費 為什麼 因為就是新北市政府 為了慶祝林玉婷 台灣的全集好手林玉婷 在今年的巴黎奧運 順利的奪下了金牌了 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費活動 所以呢 不管是您今天呢 是在新北搭輕軌 又或者是來到了新北的運動中心 進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游泳呢 或者是體勢呢 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也實際來訪問一下 現場的民眾 你好 早安 今天來到這邊 有發現是免費嗎 有 我在LINE裡面 有看到朋友LINE給我 他說免費 那你知道為了 是為了慶祝林玉婷多精采嗎 是 為過爭光 那想問一下 因為接下來一個禮拜嘛 如果是來到新北的運動中心 游泳的話都免費 那你們覺得會不會 對你們來講 常游的話還蠻不可以的 很好啊 我們是天天來游 那有加入新的成員進來 更好 更快樂 更熱鬧 好的 可以聽到呢 民眾呢 其實呢 真的是蠻開心的 那麼包含呢 像是新北的輕軌又或者是這個淡海安坑呢 都是免費搭一天的 那麼其他呢 運動中心還有博物館是8月12號到這個8月18號有一個禮拜是免費的入場的 而且新北市政府呢也將8月12號定為林玉婷日還加碼了三百萬的獎金 因為這15年來林玉婷真的走得非常的辛苦 如今用血和勇氣拼出台灣的驕傲真的是新北之光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清新時間畫面交換棚內 除了林玉婷的正面金牌之外啊 這一次巴黎奧運中華隊拱計獲得了二金五銅 在獎牌榜上呢 排名第三十五名 總統賴清德也在稍早的時候發臉書發文啊 他除了道賀這些所有的選手之外 也還感謝朋友的網友的幫忙 來消除這個林玉婷的謠言 但是他在文末呢 又提到這個體育主用更好更庞大的後勤服務 來做選手最強而有力的後盾 還說呢 政府會持續的來成立體育季運動發展部 需要透過組織變革來提升運動產業 促進這個所有的產業發展 不過這段話出來 現在就很多網友直批了 之前有這個數位發展部 現在又有一個運動發展部 難道是新的油水單位又要來了嗎 難道這個工作跟本來的體育署 到底有什麼不同啊 現在體育署做的事情 難道體育改革就成功了嗎 再多這個發展委員會 真的會有意義嗎 另外要看到的就是在綠營側翼的史書華 他之前就是用這個AI換臉的技術 把林玉婷的臉換成了 他自己的臉就引爆網友的不滿啊 現在再加上這個國際啊 對林玉婷的性別霸凌 沒有想到史書華在林玉婷金牌戰當天呢 他跑到新北市府哦 他找林玉婷的媽媽要討原諒 對此馬德就炮轟啦 加害人硬去找被害人家屬 還全神錄影 這不是公然作秀 更是在家屬的傷口上撒鹽 為一個他女兒的加害人 然後你硬擠到林玉婷媽媽的旁邊 史書華你居心何在 因為你的換臉的風暴 導致林玉婷在國際上面 受到的性別霸凌更加的加重之後 結果今天你身為一個加害人 你硬要來找被害人的家屬 這不就是在被害人的家屬的傷口上面 來撒鹽嗎 然後你在人家奪金正高興的時候 正開心 哇我自己的女兒奪金牌的時候 你硬要出現在林玉婷媽的眼前 你這奪掃姓啊 你是他女兒的加害人 你跑到旁邊幹嘛 史書華自己還在Track上面貼文哦 他說他貼出了 他跟林玉婷媽道歉的畫面 而且呢 這一場道歉 他還全程錄影之後放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這一段影片 請大家盡量保持空間 盡量保持空間 對 因為這個 大家都是要幫他加油啦 現在帶成的 螢幕上也在錄 林媽媽的臉有多尷尬 然後史書華帶著這個攝影機 然後呢 來跟林媽媽道歉 你說林媽媽在這個攝影機鏡頭面前 他能夠展現什麼樣子 也就只能客套的來跟你說 啊 事情都過去了 還好林媽媽很大氣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ural Care 響收互